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私议的部分现在就是 简单讲就是 这些事情 目前基本上就是国民党 就是对国民党只要动下去 它这个地方就毁掉了 或者就是说它也很难恢复了 其实现在这样子 就是说这几个指标性的案例 这个或者甚至我先下一页 一起来看 这个现在也是法院裁定就是 一样的概念 就是大笑大阿楼这边 我反而是先这样想 就是说这法院的理由 几乎都一样 一样 我们可以说白一点就一样 那如果现在我们的问题反变说 那如果每次进的法院 结局都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这个先下来 没有上回去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解呢 因为法院好像就真的不会站在主委这边 法院基本上 他们对于冻结的 绝大多数是支持的 有一个例外就是中英 但对于现在 要把不当党产移转为国有 或者要追征他的国民党财产 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慢一点 所以所谓公益不公益的争执 其实就出现在这一点上面 当然这个源头还是会出在说 他现在诉讼不继续往前走 他才会有这种停止执行的问题 所以源头应该是出在诉讼不往前走 那诉讼不往前走 又绑在那个大法官 什么时候要视线的问题 所以就是一层一层绑住 才会有这种 本来坦白说 在行政诉讼的教科书里面 大概都没写那么多停止执行的事情 因为过去行政处分被停止执行 就是少是有少 不过现在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策略 就整体现在执行的这个模式上 看起来就是走到这边就是僵局 只要是送出去 大概看起来党产会 所以虽然要所谓的目标定很高原 2020希望把它给它归零 可是现在就是实际来看 好像我觉得 这已经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 因为只要 同样的嘛 因为这个东西对国民党而言 它都是重要的 它要是少了这些 它就可能发不出薪水 或者是等等 这个地方 一定要跟委员澄清一下 国民党其实它还有政当党产 我知道 我知道 它不能每次都说 它发不出薪水是因为党产会 这个说法我也不接受 这没有问题 因为它光政党不入薪 一年也拿两亿多 当然这个概念也没关系 刚才也有已经谈了 就是说现在到底还有多少 这样子这一类 很多嘛 对不对 其实刚才甚至也有委员帮忙 就已经整理出来了 就是多数 就是你们今天在追的 号称的七百多亿 其实多数都不是数中中 就是刚才那样子的结果 那现在的话 当然这个数字也出来 这刚才其实也有委员在谈 到底是一千四百亿还是一千两百亿 我们本来说 从媒体调的是一千四百亿 那没关系 就是说你们这边在研究 反正总之就是大概这个概念 就追七百多亿 现在目前只得到一千两百多万 或者一千四百万也没关系 这就意思就是这样讲 我们还是觉得说 党产会已经快四年了 这四年的绩效如果是这样子 其实这是个大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说 我们先不关切你那个实质性的事 现在光目前的这个结果论 我们用结果论的话 这个主委会不会觉得是 还是有问题的 我想 为什么有这个机关 它背后的代表的时代的意义 跟这个民众的付托是什么 要先弄清楚这件事情 再来看说这个机关是不是 是继续存在 还是 多数人民觉得这个不适合再继续做下去 我想这个是 我不是说这个不能讨论 但是至少在我认为 我了解 这个我刚一直讲 这个去清理党产 其实以德国例子来说 他们的宪法法院就直接说 那是最大的功能 其实我们在公共政策上说 这叫做 就是说如果你玩到最后变成 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宣誓 但我不认为了 因为 这个案子 这些事情只要大法官那边的源头一起动 那么法院的诉讼 法院就是必须要往前走 他就是要有人输有人赢 那些证据就来到法院去攻防 就公开 跟社会公开 现在问题是说 法院不跟你实施 几乎不跟你实施审理 然后被处分的人 他的答辩就是直接说 譬如说刚才有人就说是董场什么 都讲这些 但是有人真的实际上拿那些内容出来答辩吗 他有针对我们提出的证据 好好的去面对吗 他没有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想清 就是说在这个策略上 因为你们既然是 也已经成立了这样的机关 然后走了快四年 我觉得还是要做出一些成果 否则的话 以目前来讲 其实大家可能还会真的是很担心 我们甚至下一页 其实你们不只是影响你们自己 其实你们也影响了这个促转会这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追回来的钱 要变成这个基金 现在搞到最后可能 你们是两个都要落空了 就是党产会这边也没有了 结果促转会这边也不用玩了 所以其实这个 才是 我们觉得说就这样讲 就是说 当然主委你要是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政策 象征性的机关 那走下去也没关系 那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关键就是说你实质 实质 今天你们要真的想出一个突破这样的困境的方法 那甚至我们再往下一题好了 今天 当然刚才其实也有委员垂询的这一题 那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来龙去末 就是国法院的这个土地 那甚至往下 我想它大概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就先跟台北市 但我不是要为台北市政府说话 这个 就是说现在台北市跟这个党产会这边 那当然现在党产会看起来就是所谓呼吁 说你国法院 不是呼吁台北市政府这个 可是现在台北市政府也是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依法行政 因为那个都省很简单讲 他不管你 那个你是不是不当党产 反正他现在依他的法 他依他的法 做他该督省的事 其实你也不能说督省这样子 不应该去做 其实之前在 在最 發照之前 他其实 在去年的时候开过两次的督省会 我们也去表达同样意见 那就把它搁置了 好 没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希望说在求你 那为什么 为什么去年 对 因为现在变成说 就突然就发照了 你们就互相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政治上的变化 这个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变成说 也是你们会 常碰到这些案例的问题 其实我们反正关键也是 这个整个党产会这边 能不能往下走下去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们真的 因为你们现在就是 在实际在执行的那个程序上 你们碰到的这些困境 造成你们就是走不下去 那别的单位像地方这些单位 其实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没道理 因为他就是按照他自己 他的这些办法或者是他的依法的部分 他就自己做他要该做的事 就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大冲突 我们4月8号就针对这个案子 会再进行听证了 所以我们是一直在往前推的 那就希望你们真的就是弄出来 其实我也不觉得说是地方政府 因为这个未来可能对地方政府也是困扰 他今天帮他督審完了 结果未来甚至引进了民间的业者 要是真的又做完这件事 那到时候又再 所以等于说这个来 从所谓行政议题 政府议题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混乱 我们就是因为不想看到这个状况 所以在前两次的督審会的时候 我们都表达这样的意见 还好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意见还被接受 还被接受 对之前被接受 那后来突然就 对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还是就是 希望你们党产会能够禁述 能够禁述 他现在问题是监察院 又对这个案子的这个 又有意见 又跟台北市政府提纠正 好那反正这个 党产会的整个这个运作 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 执行的效率上 我们也希望 不然的话这四年 大家纳税人拿了那么多钱 这个事情要是最后 又是无疾而终 其实也对不起国人 好谢谢主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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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